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冲撞当中他又想要拉紧威权的绳索 几个例子就举给大家听 他有非常现代化的建筑物 晚上的平壤大街真的是灯火通明 但真正入住的一般老百姓其实并不多 还有国产的品牌包括了手机平板电脑 但没有其他的选择 人民根本无法比较 还有装潢很新颖的餐厅 一个晚上的晚餐大概要价新台币1500块钱 等于是北韩工人一个月的薪水 但到底谁去消费呢 也无从得知 他有民众都很崇拜 连头发都要剪得一模一样的领袖 就是金正恩 不过金正恩却拥有随时把亲信拖出去杀掉 喜怒无常的个性 就在这个月平壤发生了大楼坍堂 数百人死亡 北韩电视台也很罕见地报道这个豆腐渣工程 金正恩还处决了五个失职的人员 官员最后鞠躬道歉 受害者家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在北韩从来不可能发生 官员不可能会道歉 这次的采访是由主播郭亚慧 还有摄影记者杨玉星担任 他们一下飞机就有两个会说中文的导游跟随 与其说他们是导游 倒不如说是监督者来监督拍摄 就连文稿都要进行审核 不过也透过他们熟练的采访技巧 我们还是得以揭开现在的北朝鲜 一栋栋现代化高楼 风格四分上首尔 六分四上海 这里其实是北韩首都平壤 和国际城市不一样 这里没有商业广告 而是满街标语和宣传看板 盖了二十年 一百零五层的金字塔 六金饭店终于四面完工 迎面超大红固条 写着人民所有荣耀 全归于金正恩同志 向你们霸气宣誓 金家世袭三代 北韩仍是他们说了算 四月十五号是北朝鲜的太阳节 也就是一股领导人今日成的生日 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 伯父诞辰纪念日一样 全国他们放假两天 男生必须穿着西装 而女生穿着传统的潮服 或者是正式的套装 一块到万寿台来献花之意 伟大的尊敬的领袖 在北韩是万能口头禅 小朋友抱着太阳节领导的饼干 开封前忍了一夜 先来谢谢金爷爷 金正恩承袭金王朝的政治语言 带民生经济开始走自己的路 在北朝鲜您会发现 他们有非常多的国产电器 比如像是我们入住的 这一家高丽饭店 在饭店当中 这一台42寸的液晶电视 它上头写着阿里郎三个字 这就是他们自制的电视产品 不只电视 国产第一支智慧型手机 也叫阿里郎 街头女店员拿的就是她 尽管4.2寸萤幕 105万画数不算太高阶 金正恩到工厂视察 表情已经相当满意 但日没抓包 阿里郎和中国优司 U1201的机型一模一样 一次中国制造贴北韩标签 在这里最新话题是这台 我们随车女导游低头滑呀滑 拿的是轰动全球的北韩iPad 这里面有很多节目 抓鱼的游戏 还有愤怒鸟 看一下愤怒鸟 怎么玩呢 尽管愤怒鸟软体被制衣 没有获得授权 但平板该有的功能样样不缺 唯独最重要的上网功能 无效 没有办法连接WiFi 中学生而受有的教育图书内容的 比如说这样问的话 这是小学的 这里有呢 有关小学生们学习 白头山山的乡军 就是北大领袖竞争 同志和竞争人同志 抗日女英雄金正式女士的 旁边律师 这就是北韩style 国产第一台七寸平板 三骑鸟 汪内建大量的金家小故事 最时髦的三骑鸟 加上阿里郎 和鸽子造型满街跑的 平和牌国产车 成为北韩型三宝 但平壤人说 最有感的改变是这个 水上乐园开幕了 游乐设施 滑冰 打球 休闲活动很热闹 平壤街头阿兵哥一样多 但不再严禁媒体拍摄 抱着孙子亲切挥挥手 女大兵成群结队出游 连中央电视台主播也大唤写 新闻从预录增加许多实况转播 游火秀跨年才刚释放 四月的太阳节再加吗 烟火的施放了 好多人高举着手机不断在拍照 北韩民众猛拍照 却无法打卡上传脸书 因为200万手机组 至今仍禁止开通蓝牙Wi-Fi上网 只有外国人例外 夜色璀璨摩登 冲淡省尾建筑背后的政治意涵 火车站前还出现超大阴晶荧幕 Rabbit NASA最新的卫星曝光 北韩夹在灯火通明的南韩和中国之间 只有平壤光亮 其他一片黑暗 霓虹闪烁的平壤夜色 还真叫人错觉 这里真的是北韩吗 在北朝鲜其实有专门的名词 就叫做金正恩速度 一指凡是高级的 凡是新颖的 都是惊人速度完成的 像是您看到这一栋栋的建筑大楼 还有刚刚的3C产品 它有产品有自己的网路 但是不是我们所熟知的 雅虎或Google的这样的网路 那么这个网路其实非常阳春 倒是有点像是大学封闭的图书馆系统 北韩也是典型的阶级制度的国家 核心的阶级 这在金字塔顶端的 包括了像是革命家庭了 军工农 这些人数大概占现有人口 2200万当中的三分之一 是金家政权的支柱 他们的学费 医疗费全面 还有政府给你工作 过去 我们常常在外电报道当中 看到这样的惊悚画面 我们称她为人肉陀螺小女孩 我们都怀疑她是不是机器人 因为她必须不停旋转40秒 脸上还要挂着 标准35度角的笑容 不过今天我们可是真的 找到了这个训练基地 也独家进入了少年宫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 至少有一群的陀螺女孩 领着重量不轻的慈悟 北韩小女孩偏然起舞 将让大家关注她的肢体表情 下一秒出现大举招 仿佛装了八条 小女孩跟着音乐开始旋转 节奏加快 子翁不动如山 节奏再快 一秒快旋三圈 赚得观众目瞪口呆眼花缭乱 40秒超过上百圈 她展现超强平衡感 但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 音乐一停 脸不红气不喘 还挂着招牌微笑呢 小女孩神奇舞技 偷过YouTube全球疯传 这是地球上仅存 北韩的超级儿童 我们来到万寿台 少年宫练习室 独家揭秘背后的魔鬼训练 陀螺小神童 庐山真面目首度公开亮相 就是她11岁的浦雪香 不同一舞台上浓庄夜幕 清秀灵活的五官 眼神闪着抽菱早熟 每天同一首歌跳几十次苦练三小时 旋转数千圈以上 北起传统鼓雪香正在挑战更高难度 边转边跳 还要边打鼓 强烈的动作比较困难 就是这个动作 为什么很难呢 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困难 脚踏迷摸站姿的雪香 尽管有着天生的脸蛋和绝佳节奏感 依旧苦练 不敢松懈 因为上台机会竞争太激烈 她是李光润 陀螺舞的第一代班人 自转加公转的新鲜招式 轻松自如大受欢迎 呼吸中的动作比较困难 很难 其他还有九位练习生也等着卡位 对着镜子反复笑出标准弧度 从笑容到手势顿蝶 要练到一模一样 这种动作比较困难 学生都很难 学生都是年轻学生 学生都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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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站上少年功舞台的小孩们 从滑冰地 国小版少女时代 到乐器演奏 各个是国家千挑万选 上午上学去 下午来苦练 五百位国家籍老师 六百届练习室 每周两次的公演 不只替国家专入大把外汇 小小年纪更肩负国家门面 小朋友们听到OK 表情终于四四放松 一句简单问候 也要重复说到最好 我们拜访过程 还出现这样的漏网镜头 一举一动都有专人管束 小小年纪难道都不爱玩吗 小陀螺浦雪香告诉我们 其实她最爱的是打乒乓和唱歌 她当场秀了最爱的这一首 真的不是套好招 清唱到一半 后面竟然传来大合音 老十一个首饰 其他十个小女孩默契十足 心灵神会 这就是北韩式的国家级训练 这些北韩的小女生 真的有异于同龄的成熟感 在我们的眼中 其实她们什么都是新鲜的 像她们穿的衣服 每一套好像长得都很像 因为是国家配给 技术人员每三年一套 鞋生每两年一套制服 只是孩子当然长得很快了 裤子袖子常常需要买布加长 鞋子每人每年一双 但是品质实在太差了 因此坏得很快 只能够去黑市买 所以脚上的脾鞋的好坏 常常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份 接下来的镜头 我们就要带您看看 真正北韩人的凶闲娱乐 下班以后 她们喜欢在啤酒屋里面喝两杯 不只大人喝 小孩也喝 而且人人海量 每边500cc起跳 遇到末世的外国人 她会更热情的 请我们喝酒 国产大同将啤酒 花啦啦进攻 女店员左右换手 十秒就出货 便让民众下班后消磨的啤酒屋 镜头前首度公开亮相 北朝鲜人喜欢喝啤酒 而且她们有热闹的啤酒文化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啤酒屋 可以发现原来 她们的这个售货小姐 是用这样的推车 到处在兜售啤酒的 而最特别的是什么呢 原来在北朝鲜 她们喝啤酒 是这样站着来喝啤酒的 崇拜 没有椅子 只有桌子 这种西方人流行的啤酒战霸 反而是正统的平让style 酒醋小姐推着推车 到处送货 收酒票 一杯啤酒相当于台并十块 比矿泉水还便宜了 这种口味 用七个数字编号 方便点餐 男生最爱一号 百分百小麦酿造 女生最喜欢七号 喝起来像麦香气泡水 比一般东方的口味重一点 酒精浓度也有10% 我们有3千5百多名 大概是3千5百多名 那麦几杯呢 一杯两杯 结果是7千5百多 喝酒前先护镜 这习惯跟台湾类似 不不同于台湾喝酒有18镜 我们发现这三个小朋友 穿着国小制服 竟然也是酒咖 而且妈妈们的表情 对孩子酒量似乎还挺自豪的 小妹妹这杯 也不看就要见底了 她示范的就是最道地喝法 一口啤酒 一口鱿鱼丝再配麦粉小龙嘴 我们也入境随俗 羊春小指盘 白放着土豆 点心 鱿鱼丝搅拌 中午多半是推休老人 和家庭主妇来 晚上变成公务员和工人的天地 不过收入全规国有 柜台 酒厨 到店经理 老板娘 大家都淋死心血 我们在啤酒屋里也巧遇了 今日曾中和大学的学生们 和夏勒克都来喝两杯 干杯 准备 你好 快点 快点 夏勒克穿着制服 大学生直奔啤酒屋 你以 采访学生的同时 隔壹桌也来凑任喔 送上一杯欢迎酒 庆祝千旅来相会 像被黄汤下肚 慢热的朝鲜人开始解放 充分让人感受到当地热情 如果说舒娅去啤酒屋 保龄球馆就是平民约会 家庭出游的最佳场所了 20岁的珍香美 带表弟表妹一起练球 一球接着一球洗钩 倒是隔壁情侣专业等级 24岁连雪晶一直成绩达到230 不过已发现镜头表现大市场 纯普的北韩姑娘 把保龄球当时回运动 即使拥有40个球道 这还不是平民约最大的球馆 门口柜台大牌长龙 男生只好装球杀时间 燕子投篮机前 游泳大学生正在地赎赢 像游泳堂 的首都男女仿佛停留在80年代 北韩还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 但是女性婚后工作的比例 甚至还高过台湾 但是女白领你是看不到 像是怀孕的或妈妈级的 如果说到薪资的话 工厂员工的月薪 大概是500块钱新台币 像是司机火车售票员 是人人称心的工作 大概新台币1500块钱 如果是军人的话 那有客更不得了了 因为北韩跟南韩 还是处于长期对峙的状况 因此常年把经费 花在加强军力上面 有120万的职业军人 因此年轻人第一志愿 通常都是当兵 也比较可以获得 政府的优先照顾 我们就采访到一位北韩大妈 她是女兵退伍 因此她获得国家赠送 她最现代化的国宅 这个国宅大概有70平那么大 而且领域充满欧式风格 结果我们猛然一看 这小朋友用的 还是台湾的红机电脑 她最喜欢看的是 迪士尼卡通 北朝鲜部分男女 有700万国民 受过军事训练 其中120万正规军 武装部队人数排名全球第四 每25个国人 就有一位职业军人 这叫敌人文风散反的 第八特种指挥部 18万兵力 仿佛少林寺18同仁 可以单人徒手拉动 20人乘坐的大卡车 空降兵跳伞 全身烦满爆裂物 自杀式摧毁地面车辆 而女军人也不是省流的灯 就是这样惊人的爱国心 换来军人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金正恩承袭前两代先军思想 国家一切以军人为优先 粮食先给军队吃 军人享受最优的社会福利 苦大省就是最好的例子 女兵时期完成秘密任务 让她住进平壤最摩登的 苍田大街万寿洞 我们得到特别允许来拜访 一进电梯掀开眼界 她有电梯服务员 中心服务 所以她的工作是电梯服务 电梯里有专人服务 一盏风扇加上电话柜子 仿佛小型保安办公室一样 踏入福大省的家 命运麻麻整面墙更震撼了 原来不是全家福 而是一张张和伟大领袖的照片 莫大省的儿子也是军人 在航空部队开战斗机 双人床头不忘高挂领袖金具 这是他和他爱人的帮子 唯独儿童房的温馨布置 看得出这家人的喜好 就是三个孩子 两个小孩 好可爱 几岁呢 你三个小孩 你三个小孩 我七个小孩 小孩 两个小孩 大儿子就是小是七岁 小的年儿就是五岁 温馨可爱风格摆着台湾红机电脑 衣柜上还出现美式象征 迪圣里卡通图案呢 小熊维尼 不 不 我们说不 就是超约说不 小熊维尼 你没有看到它的卡通啊 我们好奇看看浴室 配备有冲水马桶和电热水器 这房子里所有家具 电器都是国家赠予 普大神每个月只要付 住房费台币两百块就可以 全家最大兴趣就是晚上 在客厅唱唱卡拉OK 在客厅唱唱卡拉OK 在客厅唱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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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普大神一样的军人 在北朝鲜地位高于农工教 但五个军种编制复杂 分陆海空 火箭军和特种作战部队 军衔尖章更是全球最多样化 我们直集精英部队 重兵集结的地方就在这里 进入板门殿 这里是美国前总统柯林顿 形容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 1963年7月 南北韩签署停火协议 沿着北纬38度线 各退两公里 形成线在宽4公里 长246公里的非军市区 朝鲜人民金脚边的这个水泥墙 就是南北的分界 那一边是南朝鲜 而我所站的这一边是北朝鲜 这七栋房子就是当年 谈军事会议的地方 蓝色屋顶属于美军 而白色屋顶属于是朝鲜人民军所管理 或现在只有中间这一栋 允许进入参观 时间停留在双方签约的历史时刻 即使南北韩观光客都可以轮流参观 但北韩士兵守在通往南韩的大门口 表情肃杀 气氛紧崩 北韩放在反门殿第一线的 都是最忠诚赶死队 像是皇上卫肩上四颗星星 胸前还有六个国家颁发的寻张 这一段就是一个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无论台和地雷隔开南北对峙的200万重兵 1976年两名美国大兵砍树意外被北韩枪杀 1994年美国空军误闯北韩领空 也不幸被射落 重兵驻守的38度线 60年来没有任何放松时刻 在这里最能感受到战争和平 只有一线之隔 刚刚您所看到的其实是属于高级住宅 能够住进去的毕竟还是少数 第一个它的阶级要适合 第二个它职业必须要好 而且三代都不能犯错 不然的话它只能够发配到 北部的山区过着流放的生活 其实现在的北朝鲜跟外界接触 比较没有那么困难 根据了解 每年大概有十万的游客会慕名而来 而且搭乘的是高临航空 平安地降落在平壤机场 不过这高临航空公司 被评比是只有一星级的航空公司 直到三年前 他们才换了新飞机 才开始有冷气 在国际航空服务的五星评比中 它是全球唯一 只有一星级的航空 代表飞安和服务都受识明 但每年观光旺季 一票难求 它是高临航空 高临航空是北朝鲜 唯一一家国营的航空公司 而且是为军方所管理 我们间所搭的这一架 叫做图格涅夫TU204号 据说是2011年 特别向俄罗斯新购买的 自驾飞机之一 从北京飞往平壤 45分钟的飞行时间 有四位空姐为我们服务 这是高临航空的新制服 深蓝色特殊领口设计 凸显脖子线条 窄版合身的短裙 流线干练 对比半年前的俗气大红套装 甚至更早之前的衬衫围裙 新制服更强调了曼妙曲线 半年前金正恩一声令下 不只制服大核心 空姐外貌打理也更讲究了 还有人带着超浓甲节毛呢 我说的中文的一点 在哪里学的 在飞机上的服务的 服务的中文所以的 由于高丽航空属于军方 空姐不止财貌双全 多数还是党政军的二代千金 南飞行员各个手战得机训练 勤务管理也很军事化 像是原机当天来回平壤北京 不能过夜 即使在北京机场停留一个半小时 活动范围只在机舱 严禁下飞机 我们采访同时 还突然冒出军方便衣来关切 能不能受访这位老大说了算 高丽航空是1955年韩战停战后成立 从冷战前双螺旋桨52人坐小飞机 飞了20多年到1975年才有第一架喷射客机 就连金正恩的专机也是前苏联1960年研发 早在20年前就停产的网古董 全世界只剩北韩还在使用 不是没签卖 而是长期受国际制裁 空中巴士和波音都不可卖 高丽航空到2011年之后 才有机会买到第一架恶士 一百六十人坐客机 我们搭的就是这一批 摄听设备已经进化 播放着韩语卡通 还有免费彩色杂志可以打发时间 对比六年前 三立团队满头大汗 连冷气也没有 只能靠人工拼命扇 椅子破损严重 六年来舒适度大升级 不过飞机餐还是叫人也破眼镜 看保持起来 有点像是台湾早餐的美儿鱼 但它看起来是有点热 但没有绞肉的口感 有点像是肉 最奇妙的是它是美的 独身网友封它是史上最烂的飞机餐 对照网络公告的 咖喱沙拉图片 和要价一万台币的飞机票 还真有股淡淡的哀伤 即使如此 旅客依旧捧场 会台前大排场 这就是人性 越危险越不可思议 反而凸显北韩的神秘魅力 登机前人手一瓶可乐 行李中有人带着汉堡和水果 还有人连卫生纸都带了 在国际孤立的制裁下 高丽航空展现了 北朝鲜不服输的战斗精神 在北韩虽然有通用的货币 不过我们一问才知道 他们惯性使用的 可是欧元跟人民币 一块矿泉水 12块人民币 真的蛮贵的 不可看到络绎不绝的旅客 就是因为对它充满好奇 在下节目 还要再带您看看的 就是北韩的美女经济 欢迎回到揭秘 北朝鲜实录特别报道 北韩台面上外汇收入 都是以观光为主 但是观光客行动 都限制在特定的饭店 或者是餐厅 服务员或商场的柜姐 这看起来真的是国家的门面 这些所谓的女白领阶级 可说是千挑万选 以往金正恩时代 规定北韩女性 她的裙子一定要穿过膝 不过金正恩上任之后 现在有最大的差别 就是女性的穿着游客 是大解放 金正恩一手打造的 女子乐团 牡丹风乐团 就带动了这种穿迷迷裙 或者是高跟鞋的风潮 我们的采访团队 那么在平壤参观了 十多个景点 结果发觉 没有出现一个男性解说员 全部都是美女 而且这些美女呢 全部都是鹅蛋脸 身材高挑 强调的是自然美 主持人热情介绍 四只海魂主角正式出场 很难想象 我们在北韩看海豚秀 而且可以近距离互动 我留个蛮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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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北韩看海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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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听得懂人话 海豚浮出水面和我几掌 来个给我几掌 这还只是小K 这个啾咪亲一下超热情 北韩聘观光 今年秘密武器 把整套西式海豚秀全复制 不过明星等级的美女助理 硬是把四只主角比了下去 一身V领超短迷你群 凸显修长眉腿 好身材 这套表演服装比美当红的 牡丹丰乐团 号称北韩第一天团 牡丹丰五位成员才貌双全 个个是金正恩精挑细选 脱下军装掀起迷你裙革命 另外一套白色改良军装 合身短板窄裙 正在北韩引起合访热潮 她是大同江游览船的女服务生 一身载版短裙搭配醒目帅气的空姐帽 还系着时髦领巾 个个身高一六五起跳 仿佛选美加力 即使忙里忙外 为了暧昧一律脚踩 十公分与头鞋 有人在包厢吃饭顺便体验朝鲜市 半畅带KTV 船票加吃饭 观光客每人40欧 相当台币1800起跳 女服务生从解说 上菜到算钱收碗盘 工作全包不算轻松 但在北韩这是女生最向往的职业 因为观光是国家只要外汇收入 服务员不只是服务 更是门面为国争光 游客在哪里 北韩美女就在哪 这里是北韩观光新景点 类似台湾小人国 我们是共产 我们是世界上 广性公园的主持商家 主持商家 声音带我们逛的是 平壤民俗公园 北韩知名的建筑物 全以比例 缩小在200公顷公园内 建筑物缩小了 但介绍词没改变 解说员也一样是温柔可人儿 北韩工作由政府派任 我们拜访的各个观光景点 还没有机会见过男性服务员 这在北韩观光第一线 这群美女军团口才开封 好不逊色 不只因了国家面子 也成功转进大打外汇 第一夫人李雪主 就是一个典型的北韩美女代表 而且当时她不只属于国家拉拉队 所以她还是一个知名的歌手 还有一位长得也是鹅蛋脸 那么脸型也是跟李雪主长得很像的 这是女特务金贤姬 她在1987年的时候 假扮成一本女子 结果在飞机上面放置了炸弹 炸毁了大韩航空 让一百多人罹难 这也是标准的北韩美女 南北韩现在关系依旧很紧张 金正恩上任之后 又大举换掉了亲中的官员 积极向欧洲招手 让中国决定制裁 要暂停石油出口到北韩 只是这个时候 北朝鲜转而靠近了俄罗斯 因为普丁跟金家 其实私底下他们有非常好的交情 两国更有一段白马传奇 小帅羊头四十五度角 金正恩在既兵训练场 大秀马上英姿 这一幕自成相次 骑白马戴墨镜快速奔驰 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 也有一模一样的宣传镜头 父子都爱马 尤其是白马 无论是阅历画像或自拍宣传 男主角身边都有这样的配备 白马对金家三代 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这是国家电视台 拍摄的金日成传奇 描述骑着白马的金日成 在白头山带领族人对抗陆军 白马将军是金氏王朝起闻传说 各国外交宿米投其所好 空军一号走下来的是一匹匹白马 1903年金正日61岁生日 俄罗斯总理普丁空运 送来九支俄罗斯明军 这鹤里金正日表情满意的不得了 俄罗夫斯七品种 长腿健美 金家祖孙都爱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金正恩去年更把寄兵队军营 开放为骑马俱乐部 收 var or inaudite 友好 晚上 当着年十五天给我 语音声 红萝卜 在这里只要付台币一千块的时薪 金家独宠的俄罗斯民居 也会出来为人民服务 既然元帅加持过 当然要好好试一试 护腿 马裤 运动衫 专用鞋 全套骑马装备在这里一应俱全 来到美龄骑马场 第一次骑马的人都可以像我这样 先在室内先走个几圈 今天这一拼他叫做苍鸣 今年已经七岁了 我是他第五个客人 不过呢刚刚呢 他的四主特别提醒我说啊 其实因为苍鸣已经肚子饿了 中午时间快到 所以千万不要太惹恼他 室内练习场 石墓装潢充满欧洲风格 美龄骑马俱乐部开幕不到半年 假日练习预约已经久充满 这场都能够尊重 多么的猛热 所以我们的生活终于完成 我们的生活终于完成 我最爱的马场 我最爱的马场 就会成为了一个场所 每年三年之内 从军许马场改成民众俱乐部 不为人知的角落 还保留一座神秘档案室 经过申请的VIP才能进入 大厅栩栩如生的白马 真是今日城的最爱叫迎风 生前独享尊宠 活到13岁相当于百岁人瑞 左后还被做成标本 时时怀念 而墙上一幅幅 祖孙三代的合照 见证第一家庭的生活 多数时间是在马场度过 这股骑马风半年之内 火速从第一家庭 扩散到全平壤了 2014少年宫最新表演 就主打北韩骑马舞 穿着帅气骑马装 边打铁琴边挥边 北韩儿童版骑马舞 和南韩大树的姿势 也异曲同工之妙 而这股风潮也在读印证 在北韩流行什么 金家说了算 在下节节目当中 我们要带您独家深入 金日成大学 这里可是北朝鲜精英的摇篮 它也是地球上面 最神秘的学服 欢迎回到特别节目现场 北韩有核子开发 更有武器出口 在1978年 因为他们发现了 大量的诱矿 因此先后建立了 六个核研究中心 在2013年 他们还进行了地下核事报 北韩的人才来自哪里呢 今天我们带您独家揭秘 原来他们的最高悬浮 就是金日成大学 国家有一半的部长 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还有北韩的核弹支付 卫星专家都在这里教书研究 金正恩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笼络这群国家精英 因此他宣布要新建教授宿舍 而且迅速地在一年半内完成 每个教授可以发配两间 教授们谈到金正恩 各个是痛哭流涕的感情 机动握拳火力十足 他们是北韩最高学府 金日成大学的学生 套穿人体枪套 竞加体位 这所地球上最神秘的金领学府 从1964年毕业的金正日 到中共领导阶层 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都是重量级校友 与学主就任第一波人前 也曾秘密插班就读六个月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子 就是在金日成综合大学 他的校名就是由金日成主席亲自所提字 有一半的北朝鲜部长都从这里毕业 他是当地的最高学府 相当于台湾大学 沿着山坡走入朝鲜最高殿堂 在这里唯一要求 就是无条件忠诚 果然最佳标杆出现了 你的发型是竞争的头吗 对对对 我想 有可能出卖我们领导 所以我就发心里就够好 我是男人 应该我想当兵 去参加当兵 然后就 以这个武力 支持我们领导 尽管学生数不到台大三分之一 但又穿上这一身荣誉赤服 离考台大南上加南 每年全国选拔 先确认正党背景 家庭出身 在全国抵视面试 旧成新生是权贵后代 中文系普同学 从小跟住外父母带过北京 背景和语言双重加分 因为专业是外语嘛 外语 我个人情况是外语的一号 然后反正在高中外语的时候 表现都挺好吧 我们被安排参观的地点 电子图书馆 是金正日送点学弟妹的大理 好奇真能上网吗 有任何网路吗 现在这个是新学生的 说我们台湾 我们习惯用雅虎啊 用什么Google啊 你们有听过吗 都没有听过 在这里学费制服 空勤吃饭 全部国家买单 国家呵护的 或是未来精英 还有政策智能团 专长为新发射 女活能的泰斗级教授 备受礼遇 金正日送落大手笔 上任先送上大理 两栋全新教授住宅 落成典礼 老教授们痛哭流涕 仗前代表现花之意的 正是金大第一把交椅 电子材料所长 金香玉 新家配房有70平大 经过的申请我们得到特别的允许 可以来拜访教授的住家 您可以看见 如他们的住宅上有这样的看板 上面写着2013 8月13跟2013的9月28 这是金正恩元帅来拜访过这个住家的代表 因为成功研发压电磁材料 成为国家推崇的人民科学家 金所长带我们 从客厅到书房 新家绕一圈 国人应景电视现代化家具 一应治全 唯一看得出岁月痕迹的 是从老家带来 这一套二十多年宝贝影响 反映了有我他的主人 自己的个性 金所长告诉我们 童年在南韩饥寒受苦 投奔北韩之后 十一住行 享受国家籍待日 所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 似乎也呼应了 精打最显眼的校训 金正恩亲笔写下 培育先驱革命 可靠干部 荣耀我正道 除了传统教育 其实有越来越多北韩人选择到中国 那么在东北沈阳 发现了好多来自北韩的孩子 他们在学中文 也想积极地跟外面的世界接轨 包括金正恩自己 他从小就在欧中念书 爱打篮球 爱喝洋酒 他跟外国人一样 喜欢吃起司 为了要美食 他不惜派了三个专家 飞到法国 学习他最爱吃的 半硬质起司 爱摩塔是怎么制作的 现在的平壤 还出现了24小时的咖啡店 这服务员甚至穿起了 女扑装 牛排 健着自自作响 26岁的金师傅 被国家派驻北韩餐馆 学了功夫回平壤 现在是顶级铁板烧餐厅的主厨 日式生鱼片 韩式靠在烤肉 展现精致手法 广州炒饭正是十几棒 偶尔还会撒上吃烤酒 火焰当间铁板烧 来个华丽特技秀 这家顶级铁板烧店海桃花 从一开幕就轰动全平壤 饮食和餐馆摆设 完全颠覆美好风格 我们餐厅特色菜式 牛排 香烤烤羊排 米排等等 中国人为什么说这么好 好不 自自学的 自自学的 在北韩听得到中文 看得到大量中国货 中国是北韩经济困境中的 重要支撑 但随着竞争上任 逛西方超级市场 大把吃爆米花 年轻人也跟着吹西风 北韩夜生活出现德式酒吧 店员穿着女服装送啤酒 结账还能使用电子出支卡呢 女孩身上穿着传统超服 脚下也改踩时髦高跟鞋 在北朝鲜太阳节这一天 各地都有像这样的庆祝活动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呢 是在劳动党的纪念塔广场前 这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 自动自发都到广场前来 开启了舞会来 脸上带着腼腆的微笑 因为在民风淳朴的北朝鲜 这样的舞会对他们来说 是很难得和异性另类的接触 这是北韩版的来电舞时 年轻人第一次突然兴奋 就发生在这瞬间 上一辈靠介绍运势 这一代开始自明烈爱 告白台词 我们交个朋友好好相处吧 听得出民情喊序 一对对行李上街约会 坐在一起不敢并肩 隔着半个守备的距离 至于交往多久 可以第一次牵手呢 没错就是前面一排婚纱 这个时刻 而且我们不喜欢的就是幸福 他们在那里做成衣食副品 那是拍婚纱的 一桌维持穿口 但摆出来的拍照姿势 越来越稀释俏皮 金郎青娘一起写下写 多花爱心 这个不曾有过情人节的国度 年轻人正见证开放中的北韩 这样的北韩 有没有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好像有点不太真实的感觉 最近北韩还掀起了一场蘑菇运动 从科学研究到农场 全国都忙着培育超级蘑菇 就您从画面中看到的这一株一株 这个金正恩好像要把蘑菇变成高丽人森一样 当成国宝来外销 那么外面看起来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其实蘑菇高蛋白低脂肪 富含维生素 这是北韩解决他们肉品不足 人民饥荒的法宝 在国际制裁之下 这些宛如异想世界的做法 其实真的是北韩的深层之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揭秘北朝鲜实录特别报道 我是李天怡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天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天怡 帮预示威 一 이것是名字幕志愿者 李天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